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所有人不仅是数据的生产者 也是数据的消费者 因此 信息技术与经济社会的交汇融合 引发了数据迅猛增长 遍布世界各地的各种智能移动设备 传感器 电子商务网站 社交网络 每时每刻都在生成类型各异的数据 数据已经成为国家基础性战略资源 大数据正日益对全球生产 流通 分配 消费活动 以及经济运行机制 社会生活方式和国家治理能力产生重要影响 大数据技术引起了国内外产业界 学术界和政府部门的高度关注 那么什么是大数据 如何从数据中挖掘隐藏的价值 如何学习和形成大数据思维方式 将大数据分析技术应用到我们的学习和工作中 帮助我们获得新的知识 并利用这些知识改善我们的生活 促进社会的发展 是我们学习这门课程的重点 目前 关于什么是大数据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 美国国家标准技术研究院认为 大数据有具有规模巨大 种类繁多 增长速度快和变化多样 且需要一个可扩展体系结构来有效存储 处理和分析的广泛数据集组成 IBM在早期也给大数据提出了一个思维的特性 那么与美国国家标准技术研究院的定义不同 IBM强调数据的数量 多样性 速度和难辨识等方面 后来也将数据的价值加进来成为大数据的五微特性 无论是四微还是五微 都是从定性的角度刻画数据集本身的一些特征 我们认为 大数据是以容量大 类型多 存取速度快 价值密度低为主要特征的数据集合 由于这些数据本身规模巨大 来源分散 格式多样 所以需要新的体系架构 技术 算法和分析方法来对这些数据进行采集 存储和关联分析 以期能够从中抽取出隐藏的 有价值的信息 大数据目前已经成为发现新知识 创造新价值 提升新能力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服务业态 那么大数据有几个特点 第一个是它的体量大 信息技术发展 推动社会经济和活动向数字化转型 由此产生的数据规模不断增长 从2009年到2020年数据增长约44倍 Facebook每个月数据增长约8pb 纽约证券交易所每天产生约4tb的交易数据 2017年 我国微博月用户达到3.92亿 每天发布的微博超过2亿条 其中图片和小视频的数量达到了2000万 按照每条微博170字节 每张图片或者小视频一兆并计算 仅仅微博每天产生的数据就有十几tb以上 大数据的第二个特点是类型多 这些数据来源于各个不同的地方 比方说我们接触的各种扫描文件 医疗记录档案 我们接触的各种多媒体信息 比方说视频 音频和图片 也有一些是我们在社交网络上 发布的自己的状态 或者写下的一些评论 还有一些是系统运行的系统日志 更多的数据来源于工业的传感器 比如说智能电表 智能农业和工业互联网 每个人在每天的生活中 会接触到很多的数据 也会产生很多的数据 我们在工作的时候会使用很多软件 加工出来很多数据 我们在购物的时候会浏览网站上的商品 点击商品比查看详细信息 形成一些访问网站的一些痕迹 我们在购买商品的时候 会使用支付宝 微信或者银联 形成交易数据 我们在社交网站上发布个人的状态 与别人进行交互 我们在游戏空间 或者在娱乐网站上上传一些视频 所有的这些数据 都刻画了这个人在社会中的行为 大数据的第三个特点是速度快 数据是对现实世界的观测和描述 由于数据所刻画的客观世界 在频繁持续地发生变化 因此必须保持比较高的数据采样率 以确保能刻画现实世界的细节 例如加工轮胎的机床上 安装了几十个传感器 为了实施记录监控机器的工作过程和工作状态 我们需要把这些温度 压力等数据 按照秒级的速度 完成数据的采集和传输 那么各种最新观测技术的出现 使得天微领域也迎来了信息爆炸的时代 天微数据正在以TB的量级 甚至PB的量级的速度快速增长 2000年斯隆数字寻天项目 几周内就收集到了 通过数据分析 在无序数据中建立关联 可以获得大量高价值 为显而易见的隐藏知识 从而获得最大的价值 这一价值体现在统计特征 事件监测 关联和假设检验等各个方面 但是数据的价值和数据的规模 并没有特定的关系 大数据中 那么大数据分析和传统的数据分析 有什么不一样呢 传统的数据分析主要是关注 描述性分析和诊断性分析 那么在有限的数据集上 使用传统的简单的分析方法 那么进行分析 我们最后获得发生了什么事件 以及事件的原因是什么 大数据分析主要侧重于 进行预测性分析 让我们在大规模的数据集上 在来源多样的复杂原始数据上进行分析 那么所使用的方法和模型 要比传统数据分析方法要更加复杂 我们期望从中能够发现新的知识和新的规律 原计算 人工智能和大数据 都是目前最热门的技术 那么大数据和原计算 人工智能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在数据成为战略资源的背景下 原计算为大数据的汇聚和分析 提供了计算基础设施 客观上促进了数据资源的集中 和对数据的存储 管理和分析能力的提升 大数据技术推动人工智能 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大规模数据的存储 以分析能力 也客观上支撑了一大类 人工智能任务的发展